哈囉,你好,這堂課主要來跟你分享 你要怎麼樣透過微信內建的一些非常好用的功能 就能夠不斷新增你的個人好友 那首先我們最常用到的其實各位應該不陌生 就是所謂的掃一掃 那這個掃一掃呢,你可以在右上方的家裡面 有一個掃一掃在第三個選項 可以進到掃一掃,以及在發現 下方欄位一個發現這個掃一掃 你也可以立刻的透過掃一掃去掃描別人的二維碼 立刻增加它為你的好友 那第二個是,如果當你今天是要別人掃你 在這邊你也可以點擊我的二維碼 立刻就會出現你的二維碼 那透過這個二維碼,別人掃你也可以立刻加你為好友 這是我們最常見的方法 那這邊呢,Alvis教大家一個好玩有趣的小功能 各位有沒有發現我的文字是簡體還是繁體 是簡體對不對 所以各位如果你現在是繁體,你進到掃一掃 你應該沒有看到下方跟我一樣有四個功能列對嗎 我有一個二維碼,我有一個封面,我有一個接警 同時我有一個翻譯 OK,那這些功能都叫隱藏版的功能 它都必須要你進到設定裡面 把你的語言改成簡體中文 這些功能全部會出現 那這個封面呢,原則上針對內地的一些書啦 CD啦,電影啦 它自動會掃描完告訴你相關的資訊 非常好玩,有點像我們Google的這種掃描的功能 那接警呢,我個人測試過 你必須要到內地的這個建築物去做掃描才會有用 因為它是連結內地的這個地圖來做顯示 所以如果你常常有跑內地,這功能對你會非常方便 那最後一個是我個人蠻常用的 我也覺得很方便的 就是可以進行中英文的翻譯 OK,好,那我先舉例 我把這個課程的目錄 我把它拍下來 好,那它現在呢,就在進行這個掃描的動作 那等它掃描完呢,它就會翻譯整篇文章喔 它還不是只翻譯其中一個 這個字詞或是其中一段中文 各位你有看到嗎 它整個把我中文的字全部翻成英文 而且翻的我覺得還不差,還不差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選擇把這個翻譯下載下來 存成你的圖片 或是你可以再隨時把它翻回中文 或翻到英文 這個功能我相信在過往 如果你有買這個翻譯機啊或翻譯筆 其實你就可以用微信來取代掉 好,完全是一個免費的功能 好,接著我們回到上一個介面 我們來看其他家好友的方式 好,一按右上方的家 有一個添加朋友 好,這邊有邀請朋友 可以透過短信、郵件、Facebook、Twitter 好,這大家簡單玩一下就知道 那第二個我要特別介紹叫雷達加朋友 好,這個是當在你周邊 大概一公里到兩公里之內 好,只要他也同時按一下雷達加好友 他就會出現 在旁邊跳 他自己的這個頭像 那當你點他的頭像 立刻就可以加好友 那這個功能過往 我們比較常用在是像 可能你參加一場課程 你想要跟一群好朋友 一次性的把它一次加為你的個人好友 那透過雷達加好友 就會非常快速 而且非常方便 或甚至可能我們去參加喜宴 那同桌的人 我們要如何快速透過微信加好友 也可以透過雷達加好友 好,那第三個功能呢 也要特別講也非常好用 叫面對面見群 就是今天假設我是發起人 我希望針對今天某一場聚會 可能我參加某一個課程 我希望把所有的同學都加成我的這個同學圈 同學群 未來也方便彼此溝通 那這個就是我可以 把大家見在同一個群裡面的方法 那我只要設定一個數字號碼 2456假設 好,那當我已經建立2456 我就已經在這群內了 那只要我把這2456的密碼 也給我旁邊的同學 或是我想要他一起進群的同學 他一樣用面對面見群 然後輸入2456 他就會進入到這個群組 那你的群組也同時 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被建立起來 有沒有非常簡單 好 再來掃一掃,剛剛有提過了 好,再來就是手機聯絡人 就看你自己要不要上傳你的通訊錄 讓這個微信去幫你匹配 已經有申請微信號的人 他自動就會加到你的微信號流裡 然後還有公眾號 公眾號是針對我們第三大課會提到的 這個公眾號是針對一些自媒體 或是一些他要創造自媒體品牌 他可以透過公眾號來去增加他的關注人數 同時累積他的粉絲 對他們做未來的一些 OK,那有關於公眾號的相關使用 我們在後面課程再跟你分享 那最後一個企業微信聯繫人 這個功能是針對企業跟一般微信用 他最新發出的一個功能 我們可以先不用理會他 好,那最後呢我要談到 有一個功能我們一定要知道 叫做附近的人 我相信過晚有玩過微信的人 應該都非常清楚這個功能 好,當你按下附近的人 你就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就是在你周邊可能幾百米內 到底有哪一些人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附近的人裡面 你看到對方的資料是什麼 是不是有關於他的圖片 他的名稱 跟最右邊這個灰灰的 灰灰的這一塊 就是他的這個自我介紹 我們在第一堂課其實有提到 所以這一些都會幫助 這一些在搜尋附近的人 來決定要不要加你為好友 舉例你看像第四個這個人 他就特別講他是 是防癌、清血管、營養補充 然後他有一個年利率3%保本 他懂得透過他的名稱 跟旁邊這個 所謂的自我介紹的這個欄位 去讓別人在還沒有加他好友前 就先認識他 而且你看到我點下去之後 這個個性簽名的部分 他也都有附助 那還有我們再看有沒有其他 有放朋友圈的 好,所以他如果有開放他的朋友圈 你可以再點擊他之後 可以看到他個人相冊 像這個是有開放 可是他卻沒有PO文 就有點可奇 這個也是有開放 但沒有PO文 好,OK 那我們透過這個功能 主要是幫助我們 在我們自己的定位點 我就可以加我周邊的人為好友 那我要怎麼加他為好友呢 非常簡單 我只要透過打招呼的方式 然後呢,輸入我是誰 我為何想要認識你 OK,那我舉個例子 假設我就會講 我是Alvis 那我看到你的這個 剛好也在我附近 那我本身也在台中市南區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跟你當好朋友呢 那我就可以按下發送 那按下發送之後 他就會傳送給那一個人 好,我們實際來試一下好了 Let's help this 我也在 南區 有看到你 你的 保本 保本資訊 請問 請問 您是 做什麼的 可家好友嗎 OK 當然也不一定要那麼長 但是你要讓他知道 為何你要加他 然後同時 可能因為他的某一些 個人資訊 你覺得很有趣 你想要多了解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希望 被認識 被了解嘛 所以你可以從他的出發點出發 我可能看到你的照片 或是我看到你的介紹 我看到你的這個 自我介紹等等 這些資訊 所以我想要更多認識你 然後按下發送 OK,他就幫我發送給他了 那當然如果他覺得 我所發給他的文字 他覺得OK 那他自然也會加回來好友 那這個就是可以 快速增加很多陌生好友的方法 那當然在內地呢 現在有很多這種 自動加好友的軟件 也就是說你在台灣 你都可以定位在 內地的上海啦 北京啦廣州 然後就站在廣州那邊 周邊加好友 可是這套系統 其實在現在騰訊他 封得非常嚴重 然後效益其實也不高 因為你一天加太多好友 他還是會封你號 他會認為你有惡意要去做廣告宣傳的嫌疑 所以他就會把你封鎖掉 所以最好的方法還是 如果你是做業務開發 或是你要做銷售 其實我們要的是紙 所以你一天如果能夠持續加1到5個好友 最好是一天加5個 那其實你持續下一個月也會加到150個好友 所以最好不要用那些自動交友的軟體 你的帳號很快會掛掉 同時自動交友的軟體 他也會讓你的這個 這個帳號很容易被封鎖 等等的狀況都會發生 所以透過這個手動的方式雖然慢 但是他可以更深入的跟 在你周邊你真正想要認識的這些人進行 溝通交流以及產生信任 這個才是真正所有生意發展 以及業務發展最重要的基石 好那這段影片主要就是教會你怎麼樣 透過微信內建的一些功能 可以很快速的加你這個線下的一些好友 或是線上的好友 或同時怎麼樣可以透過附近的人去找到 你還不認識的人 那透過聊天的功能可以跟他變成好友 再進一步可以邀請他到群裡面 進行轉化跟裂變 好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拜拜